下午四时许,习近平走进中南海淮仁堂。 负责登记的两位普查员向总书记问好。 这次普查采取电子化登记方式。 习近平按照普查登记要求,逐一回答了普查员的询问。 普查员将信息输入到平板电脑中。 随后,习近平在申报人签名栏中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。 登记完成后,习近平向两位普查员了解这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的情况。 普查员向总书记做了检要汇报。 习近平向两位普查员向奋战在普查一线的700多万名普查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。 习近平强调,人口工作和人口普查非常重要。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,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。 人口普查十年一次,今年是新中国诞生71周年,人口普查也是第七次了。 前面六次人口普查获取了大量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,为党和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、人口政策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,也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。 11月1号起,全国700多万名普查人员开始逐户逐人进行登记。 大家都要遵守常态化防疫要求,同时开门迎客,支持配合普查工作,如实申报普查内容,依法履行责任和义务。 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要坚持科学普查,依法普查,更加科学,更加精准,更加严密地做好工作,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。 李克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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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羊,王羊,王羽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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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,在中南海分别参加了人口普查登记。 我国的人口普查每十年开展一次,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从2020年11月1号到12月10号进行入户登记,2021年4月开始陆续公布普查的主要数据。 账号工自制作跟那外国人口高下 клав谱人口仠入户广等等句话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